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9月29號的 谷海弘扬 我是洪俊 台北股票市場今天下跌了 那在跌下來之前 在昨天的時候 其實我們從指標方面 已經預判到說 行情有點過熱的現象對不對 因為從KD指標的角度來看 他已經出現了兩次的高檔背離了 那高檔背離呢 通常都是一個超盤手的最大情緒 背離難為超盤手之最大情緒 那你一旦出現背離的時候呢 當然個股之間呢 你的操作務必要當心一些 那你看到說 我們看今天字卡的部分 今天的KD指標 在昨天其實就已經死亡交叉了 因為他連續背離背離背離之後呢 怕今天在大漲 昨天大漲的時候呢 結果居然 KD指標是完成 居然是形成一個死亡交叉的走勢 那就代表說其實 這個盤大家看起來很樂觀 但是事實上呢 是有一些人在做一些 出貨跟調節的動作對不對 所以尾盤啊 最後尾盤那根大量很重要 因為昨天是起貨在做結算 然後呢尾盤那個5分鐘大量呢 居然把指數壓低了 將近30點的幅度 所以呢 有人在這個拉高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也是順勢的在把個股之間做一些調節的動作 那如果說你現在呢還是用追高殺低的方式呢 用追高的方式去追股票哦 你會發現到說其實今天台北股票市場呢 上漲的加速是700多加 下跌的加速居然有1000多加哦 所以最終你還是要回歸到哪裡 回歸到整個技術指標上面的應用哦 那大家呢可能會覺得很好奇哦 為什麼今天為什麼指數會突然之間呢 就是拉回修正 那從這個修正的過程當中 他到底呢未來還有多大的空間哦 我說這個多方的格局其實一直都沒有改變 但是呢就很像一個空方的能量 一直在做一個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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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累積上來的過程 他並沒有一個很好的宣洩的一個發展 所以導致說呢行情呢 一直在走一個金金漲的格局 他在走一個金金漲的格局哦 但是呢他如果說一直都走這樣子的方式呢 一直都沒有來做修正的話 現在有很多在場外等的資金 他等不到一個切入的時機 他如果等不到一個切入的時機呢 他最後就會乾脆撤出了 他就會離開了 所以行情拉回是一件好事 行情回檔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不回我不知道 未來哪一些主流他才是最強勢的 那他如果不回的話 他沒有經過很多個股沒有經過利空的測試 那不知道說他是長真的還是長假的 所以回檔的過程當中 你要找未來的機會來去做布局的動作 那國際之間呢有很多的大事 昨天是聯準會 昨天聯準會呢先開會 然後公佈他要利率是降低了一碼 可是呢其中還有一件今天早上發生一件大事哦 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這個油田的部分哦 之前呢在上個禮拜 周末的時候呢 是不是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無人機去轟炸阿拉伯的油田 沙烏地阿拉伯的油田 然後導致說 沙烏地阿拉伯的產油量減少了五成哦 那這件事情呢一直都沒有 一直都沒有一個結果出來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一直認為說 這件事情是伊朗幹的 那美國認為說也是覺得是伊朗幹的 可是呢中國那方面伊朗的同盟國 卻認為說他們就不承認說這是他們做的哦 可是呢從現在的證據來做一個發展哦 現在今天早上最新的一個新聞 他有說目前為止他們有發現到說 除了無人機以外 還有一些巡弋飛彈的部分 因為會發動無人機去攻擊 去攻擊那個沙烏地阿拉伯的話 那些無人機一般來講都是一些民間的 民間的那些遊擊隊的組織 可是呢會使用巡弋飛彈的話 其實就已經是國家級的組織哦 就已經是政府組織他才會做這樣子的事情哦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認為說他已經 伊朗已經跟他正式宣戰了 他們已經是在戰爭的狀態了 所以呢這件事情呢 變成讓美國必須要做一件制裁的動作 所以他現在對伊朗加大制裁的幅度哦 加大制裁的力度哦 那如果說伊朗還是持續的在中東這個地方 去做亂的話 很有可能會引發哦 就是美國開始對伊朗那邊產生 戰爭性的行為哦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觀察就是說 美國會不會真的對伊朗動武 他如果一旦對伊朗動武的話呢 相對來說的話國際油價會出現一個大幅的 向上彈升的一個走勢哦 那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如果油價出現大漲的話 其實對於經濟來講並不是太好 加上聯準會現在被川普壓著架著 拿著刀子架著脖子說 你一定要降息 那降息呢當然是有助於資金往外去推 可是呢如果他在一個通膨升溫的情況下 油價大漲的情況下 還持續的去做降息不回收資金的話 會造成很多的通膨性的危機哦 就是人民的錢並沒有變多 可是呢市場上面那些商品呢 價錢是一路的飆漲 比如像說石油的飆漲 石油一飆漲的話呢 就會造成農產品的飆漲 因為所有的農產品他們都會用到化學的肥料 或者是說他們都會用到什麼 用到油嘛 他們要去收割什麼的 都會用到油 運輸都會用到油 所以油價的大漲會帶動整體的物價 開始上上的攀升哦 一旦攀升上來 聯準會的所能夠降息的空間就會變少了 那他能夠降息的空間變少 當然就會引發市場上的一些恐慌性的賣壓出來 所以這個都是有連動性的關係 他們都是一環扣著一環來走哦 那你現在看到就是說 煉油廠它遭受攻擊 沙烏地阿拉伯認為是伊朗幹的哦 那如果未來它有一個軍事行為的話 其實大家留意一下這檔股票哦 2360的自貿 大家可能沒有想到說 其實台灣它也是軍工業的一些製造的 也有涉獵一些製造的公司哦 2360的自貿呢 它是屬於做愛國者三型飛彈的一個雷達的一家公司 這很特別哦 如果說今天啊 真的就是兩一開戰的話 伊拉克跟沙烏地阿拉伯開始開戰的話哦 那這件事情呢 將會引發中東性的全面震盪 但是中東的人啊 什麼沒有 就是有油跟有錢 相對來講他們會買很多的武器 愛國者飛彈 也是他們會去買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武器 它防禦性的武器哦 所以呢 台灣這一家公司自貿的部分呢 開始就會有一些外資啊 跟買盤再去做進場佈局的動作 其實你從它的股價的角度來看哦 它在8月30號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根大量突破的表態 這根大量突破表態呢 其實它是外資所買的哦 也就是說其實有些人他們已經在佈局 未來的軍工的機會了哦 有些人他已經看到這個機會了 但是呢像2360的自貿呢 大家對於它有涉獵在軍工的部分 是知道的是比較少的 所以相對來說它的籌碼呢就是相對安定哦 也是大部分都是外資 他們在做佈局的動作哦 所以強勢股呢 它再來回去做測試支撐 高檔不追價拉回測試支撐呢 它是帶量縮的 那量縮的話呢 拉回測試支撐 其實你可以找買點去做切入的動作 再加上現在有個很重要的一點哦 大盤的指標呢 它現在是死亡交叉對不對 可是呢這檔個股呢它的指標 剛從底部開始做一個黃金交叉的動作 所以它的股價而言 目前才剛修正完畢而已哦 我認為它是可以 大家投資朋友 你可以去做觀察的一個方向哦 那我們的操作呢 務必要遵守一下原則 叫做葛南幣八大法則 所告訴我們的 一條上揚的均線 跟一條下彎的均線哦 尤其是未來 由中東可能會發生很重要事情的時候 你不能對 你不能把你的股票拿來 你不能把你的資金拿來亂買哦 一定要買對方向哦 比如像我們當時在買台積電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嘛 我在拉回測試支撐 均線開始轉為上揚的時候 我才會開始去做佈局的動作 那一旦佈局下去的時候 你的買點是對的 你的買點是對的 它就會順著趨勢開始往上去攻擊對不對 像台積電呢 昨天已經創下新高 今天除完全息之後 其實也快速也在做田圈息的哦 那它的走勢呢 就是一路沿著均線開始往上去走強哦 可是最好的買點在哪邊 最好的買點是 格蘭幣八大法則教我的第一個買點 第二個買點呢 是拉回測試支撐的第二個買點 接下來進入主生動行情的時候 其實你就很難再去佈局了啦 你就很難再去抓 你就很難再去做切入了 那就算呢 你現在去追高的話 其實說真的 你往上的空間相對小了許多對不對 那這就是現在的節奏跟tempo 強勢股要買拉回 因為很多的個股它走的 是格蘭幣八大法則第一跟第二的買點哦 那這個第一跟第二的買點呢 他們一旦開始啟動的時候 就會頭也不回的一路往上去走強哦 那我認為現在還有一些標的啊 就是還是處於這種低檔的狀態 還是處於格蘭幣八大法則第一跟第二的位階哦 所以像鴻海集團的部分就是了 2392的盛威啊 甚至今天比較強的6451的訊星啊 或者是3491的這些經典的部分哦 他們都屬於鴻海集團的概念股 他們都屬於同一個集團哦 那這個集團裡面呢 其實有一些個股的 它已經慢慢的開始走出一個底部型 它開始往上走強了 所以呢 鴻海集團呢 他們是你未來可以去做特別留意的方向哦 因為如果就算國際之間會有很多的大事哦 會有一些比如像說戰爭真的爆發了 那如果它真的爆發的話 引發國際油價大跌 甚至全球股市開始做大幅震盪的時候 因為鴻海集團他們已經先經過利空的測試了 他們已經有經過利空的打壓了 所以股價呢都還是相對處於一個低檔的位置哦 那這種標定呢相對來說 就是一個比較安全跟安定的一個方向哦 那我們的操作呢必須要有公式跟方法 當你有公式跟方法的時候 你的勝率自然就會拉高 它自然就會拉高上來哦 那只要你的勝率高了 就算你只是做台積電 你都能夠賺錢 你都能夠賺錢 那這個公式跟方法呢 你只要運用得當 你就可以跟我一樣哦 那我們在單股會員裡面 其實一整年下來就出手了14趟 出手14趟 對了11趟哦 其實我們最近還有在出手哦 那也目前都是賺錢的 那錯的時候呢 你就要快速的去做停損 對的時候你要讓獲利把它放大開來 當你的操作是正確的 時間對你來講 它就會幫你賺錢 它就會幫你獲利哦 所以一年下來我們賺了68% 總共賺了68趟哦 所以這68趟的空間 你100萬進去呢 你就賺了多少錢 你就賺了68萬哦 那1000萬進去就賺了680萬 那68趟的幅度 我認為還有辦法再做增加 還有辦法再往上去做成長 因為呢下半年開始呢 只要國際之間開始穩定下來 因為10月中美貿易大戰 將會進行談判 還有呢接下來呢 在年底的時候 還有一個選舉行情要做發動 那第四季呢 就會開始有一些佈局的機會出現了 那這個佈局機會出來的時候 你務必手中要有資金 第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先把你的股票做好調節 第二個呢 你要選對標的 你要知道哪一些股票是未來市場上的主流 所以當你這些都ready好了 當然你就能夠迎接下半年的選舉行情 就是第四季的最重要的選舉行情 可是呢你選舉行情一旦過囉 你明年開始呢 又要找新的機會來去做佈局的動作 所以選舉行情準備要啟動之前 務必跟上腳步來 現在最強的單股週年慶方案 已經開始準備要進入尾聲 那我們這次呢 績效了68% 然後我們推出一個168專案 帶你來一路發 那這個168專案呢 對各位投資朋友來講 一定是最適合的 最適合一些小資族 或者是說你手上有一些大資金的投資朋友 其實你們都可以參考這個方案 一定是對你是最有利的方式 那你可以來電0287738859 然後洽詢我們線上的服務人員 那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測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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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